昨天侯友宜到了国民党党中央 跟这些中常委便当会 没想到一个便当 哇 引发轩然大波 哪个便当呢 就是老三餐盒啊 笑死人 是不是你侯友宜老三 所以你才吃便当呢 但现在这个情况呢 其实侯友宜他也做出了回应 他拍一段小小的短片 他其实也神回应 我们下一听 一个老三便当 难怪有这么好吃 越吃越耍水 不够好吃又健康 一定拼得一命 好 吃老三便当 但要拼第一啊 而且现在侯友宜真的是说 动作频频 尤其是什么 我们知道 第一名都是以赖青的为主 第二名 第三名 就是这个侯友宜 跟的是这个柯文哲 好 这两个人 在竞争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 尤其是这两天 他们两个频繁的交战 我们来看到这张图 它是连两日反击科了 还记得在昨天的时候 柯文哲有向他说 跟你讲你出来混 最后都要还啊 讲的是什么 核废料的问题 那侯友宜就回说 核废料处理是不能够混的 那没想到他继续开炮了 这个柯文哲说啦 渔民不要钓鱼台 他说其实渔民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去补鱼而已啦 这钓鱼台跟我来说 没有什么差 侯友宜立即反击他 他说领土是没有退让的空间 好 除了这两天 一直在反击科之外 他在这里拜六 也要来继续来出手 出手是谁 是被过去被形容是牛鬼蛇神的 那一群人他要去拆弹 他的人设是不是也要开始 微微改变 这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重点之一 我们来看到的是他昨天 跟这个应该是前两天的时候 跟中东请来参训 而且周末的时候 又要跟屏东县的议长 周点论碰面 而且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次碰面 还要把诚意拿给周点论看 那陆陆续去也可以看到 将会陆续拜会 前云军县长张荣卫啊 郑南宫董事长颜清彪啊 还有现在已经退出的 南投县议长何胜丰等人 好 现在外界就有个传言了 其实对于这个侯友宜来说 最关键的就是 你要手术关键密码333 哪个3呢 第一个是 你在7月23号前 你的民调要超过30%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要摆脱第三名 好 今天杨明要带我们来分析的是 侯友宜现在的战略 是赶快把第二名稳住 才不会被并吞掉吧 当然啦 如果他一直是老三 请问他要拿什么本钱 去说我2024有赢的可能 现在一个撒卡都的局 最重要就是 你绝对不能长期被边缘到老三的地位 那所以我说昨天这个公民党中央党部 这个便当为什么会变成话题 当然是因为侯友宜最近几份民调 即便是老二都是微弱领先柯文哲 那排在老三的比较多 大部分的民调他都排在老三的这个位置 所以当你今天党中央居然定了一个老三便当 难怪大家会拿来嘲笑 但是我就想说国民党中央你也应该定个甜点 柯老二蛋塔台北市很有名的 有没有那就更好玩了 当然当然现在柯文哲 对他这个柯老二的这个地位 能不能保住也很重视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侯跟柯的交锋交火会多一些 因为赖清德现在不管怎么样 即便等一下会谈到所谓的me too 有没有影响他都还在大概三成以上的这个区间 可是呢对于侯友宜对于柯文哲 关键就在于说在8月乃至于这个9月 就是说两个人正式进入决战之前 他谁能够稳居第二名 会成为未来选战弃保的关键 就是说如果他比如说侯友宜 如果能够稳居第二 甚至能威胁到赖清德的这个地位 那柯文哲可能就会被弃保 那一样柯文哲如果稳居 那侯友宜就会被弃保 所以在这段期间 谁要成为那个不被弃保的候选人 现在就是拼战的时候 培君你怎么看这两天 他跟柯文哲的言语交锋 另外他又去找了中东景 又去二次跟周定论碰面 这是人设有稍微改变吗 我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因为中东领县长之前 已经很明确讲过 国民党提名的人 就是他支持的人 但是柯文哲对他曾经有恩 所以他会在募款的方面 尽量帮忙他 那当然这个选票 还有他个人全力支持 他支持侯友宜 这他多次已经讲过 所以包括中东领这样的地方人士之外 还有很多这个地方的 包括我们这个议长啦 然后还有一些郑兰功董事长 这些指标性的地方人物 都是他在这个选战加温的过程 必须要去拜会跟争取支持的 那至于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郭董整合 我还是觉得讲整合可能比较不礼貌 争取 这我觉得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解析一下这个关键密码333到底应该怎么看 好了就7月23啊全内会前 民调拉到30%以上 摆脱 这一个老三的命运 不是摆脱老三参合 不是摆脱老三民调老三的这个命运 实际上他讲说333密码 实际上就摆脱三个三的威胁 当然啦说穿了 三成这个要求是有点低的 为什么因为赖金德现在的基本盘就大概落在三成五左右 当然啦国民党他们党团说他们内参民 这个赖金德掉下来一点点 但仍然在三成以上 所以这对于侯宜来讲三成也许只能让他到第二 到第二还不见得有喊话的权利 不见得能够逼柯文哲来整合 所以我觉得这个考题对侯宜来说其实已经是好回答了 你就只要赢过柯文哲原来上就是打到达标了吧 可是光是赢过柯文哲这件事情 能够在后续的整合上站上上风吗 我觉得很难 翊仲哥这一次AIT的主席面试了三位总统候选人 包括了你可以知道今天是赖金德 在昨天是侯友宜 到后天是柯文哲 你可以看到包括了侯友宜跟赖金德 他们都选在自己的本命区 这是一个策略吗 这是一个策略吗 就是可能要凸显就是说 因为正常来讲一定都在台北会面 那可能对赖金德来讲就是说他想要凸显就是说 其实我是南部起家的 拥抱我的中南部 因为现在看起来 其实过去民进党的选举是 他们就是拿南部的票去补北部的票 特别台南现在对他来讲是一个 就是台南民进党现在状况比较不利 状况就是乱七八糟 火烧后院啊 所以选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是有特别的用意 不然正常来讲一定是约在台北 不过这个是对赖金德来讲 他是反正他现在的局势就是 他等一下我们来讲讨论 他自己面临的是他自己的问题 可是我想要讲的是说 这两位就是老二跟老三之间的对决 今天真的是过去两个好像 大家好朋友啊 双北施论坛都还在站在一起 可是现在不是 因为现在对在七月以前 确实他这个333这个确实很有道理 在七月以前谁是老三 那个老三 如果确定是老三的话 将来的气宝就会发酵 这就是因为对整个局势来讲 支持民进党的还是在少数 反对民进党执政的还是占多数 可是这个多数要怎么去分配 目前的局势不离 那所以当柯文哲跟那个 侯友两个还在那边麻花卷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看到他们 现在两个现在对空啊 两个就是以前好兄弟 现在为了选票还是在那边对空 那对空的过程 因为先摆脱 过去他们都骂赖金德 那现在赖金德反正他第一先摆在旁边 两个老二一定要拉出 而且要拉出一个很大的差距 就是说你不能每次民调都在误差值 两个二两个三 这样的话 他对他们支持的选民来讲 他没有传递出一个气宝的讯息 就是说到底要气谁保谁 因为他们不希望民进党当选 所以对他们来讲 现在变成这两个过去的双北四好兄弟 现在他们互轰的比例 可能要远超过 现在自己在着火的赖金德当中 杨明哥你怎么解读 这个拜访牛鬼蛇神这里 包括中东景周典论 厚厚续续这一些人 真的能够解除这个胃爆蛋吗 其实昨天中常会还有一个 应该说他们那个餐会 便当会还有一个小的trouble 就是说这个侯友宜跟吴怡丁 对这个周梦荣是周典论的女儿 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 可是吴怡丁在5月28号 侯友宜到高雄跟王金平早餐会的时候 跟他同桌 上个礼拜三 在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也见过面 见了两次 然后呢 昨天你讲不出他的名字 周梦荣你去拜会过一次周典论了 你现在叫不出他女儿的名字 我觉得侯友宜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展现他的诚意 今天不是见了面就好了 你要告诉对方 你要告诉对方说你为什么需要他的支持 你可以给对方什么样的资源或肯定 或怎么样的一个承诺 我觉得这些你说地方投人 如果你今天把人家当作 比如说真的是牛鬼蛇神 人家真的是不会 跟你就进而远之 诚意要拿出来 没错那你要展现诚意 那我觉得光是从昨天 这个吴怡丁周梦荣两个都是中常委 其中一个还是立委 这样的身份 你名字都喊不出来 真的会让人觉得你被看破手脚